这两个小宝贝录了一段VCR 我们来听听孩子们怎么说的 爸爸妈妈我是你们的儿子 我的肩膀在小在脆弱 也能扛起小小的责任 我知道你们现在很忙 为了我和妹妹 但是我更希望你们能多陪我们 特别是妈妈 要注意身体 我会听爸爸妈妈的话 照顾好自己和妹妹 让你们少伤心一点 你们已经给我足够多了 我会用我们的双手 创造我们的未来 最后希望爸爸妈妈幸福健康 我的妈妈是最美的 我的爸爸是最帅的 我爱你们 哇 哎呀 真好啊两个宝贝 儿子太懂事了 跟个小大人一样 对 几岁了儿子 儿子八岁了 因为老猪好福气啊 年轻漂亮的老婆 这么对你情深义重呢 还有一双儿女 跟你太太好好表白一下 老婆 在我最困难的时候 你没离开我 那是我一生中最感动的 曾经网贺 你相信我能照顾好你的 老公我爱你 老婆我也爱你 今天小敏来到现场 也是带着心服心愿来的 对 那就有请小敏代表 全家向前一步 说出你的幸福心愿 我的幸福心愿是 带领了家乡父老 相亲脱贫之父 来 谢谢请回来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心愿 就是因为我自己是个远嫁的人 没有 没有 很长时间陪在爸爸妈妈身边 照顾他们 我是希望 嗯 嗯 我通过 我 我这个 能给家乡的父老 提供就业的机会 让他们能在 嗯 老家 当地有一份稳定的收入 不用出去打工 然后有更多的时间 陪父母 然后陪孩子 让他们过上好日子 女人做任何事情 一定要精神富有 只有精神富有 她才会有大爱精神 获得爱 才懂得奉献爱 我们辣椒文化 我愿意出两千块钱 虽然这个钱不多 但是是我给你的一种认可 希望你加油 谢谢 嗯 小敏呢 我听完你的故事呢 我挺感动 我希望你们 一定要越来越幸福 那么我代表红辣椒文化传媒呢 也会为你们助力 听了你的故事呢 我也是流泪了 经不住的流泪 因为为你这一份纯粹的爱情 有如此的勇敢 而且你是一个非常有大爱的人 就是说你还要带领着 你们枣庄的人 去扶持他们 所以在你身上 我看到了女企业家的精神 和这种风格 嗯 我是杭州陕学教育 科技有限公司 免费的提供 两千八百块钱的 呃 线上英语口语教育 小敏啊 就是对家乡呢 还有一份这个爱 想着亲朋 想着这片土地上 一起曾经生长的人呢 让他们能够尽快的脱贫致富 所以呢 也给你致敬 呃 我们长存康达医院减肥基地呢 愿意对您的梦想呢 呃 助力 呃 我们会尽最大的努力呢 去帮助您互动 希望小敏的愿望 能够早日实现啊 也希望你繁补家乡 给更多的人 带来幸福和力量 好 祝福你们 谢谢你们来到 幸福来敲门 谢谢 韩敏和朱平安 是一次跨越时间的美好遇见 世间的美好都因相遇而生 这美好的遇见 是一份动情的牵挂 是一份迷人的眷恋 遇见你真好 谢谢大家